好,我們看看這條怎麼做 現在有一個四邊形要找 x 我們就用 angle sum of polygon 的顏色 就是 120 度加 x 加 60 度加 110 度 就等於邊的數目或者角的數目都可以 就是 4 啦 減2然後成 180 度 原因 angle sum of polygon 左邊就算 就是 120 度加 60 度 就是 180 度 再加 110 度就是 290 度 再加 x 就等於右邊 360 度 x 就是 70 度 好,然後這條 又是,要找 x 度 今次就是 5 邊形 這樣啦 我們就把 5 隻的內角加起來 就等於 5 減2 再成 180 度 因為今次是 5 邊形 所以這裡就代個 5 字 欸 one kindergarten 所以 tan 度加 × 3 嚟 揪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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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接著到這條 現在的圖表明是一個Regular hexagon 這個字非常重要 這個字給了兩個資訊 第一就是全部interior angles equal 第二個資訊就是全部的邊場 所以這裏就可以記錄 這裏所有內閣都是y 這裏可以記錄 6y等於 這裏是6邊形 所以6減2 乘回180度 angle sum of polygon 6y就是720度 y就是120度 到這條 ABCDE就是一個Regular的Pentagon 找ABE這個角 又是 看到Regular這個字 即是說全部的interior angles 一樣 所以你可以記錄到每一隻都是一樣 OK 另外你要找這隻就用兩環 還有第二個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全部邊場一樣 All size equal 這樣 抹下它 所以你可以假設其中一隻的內閣 譬如叫世界A 先算 你可以寫 5A等於 5減2 變的數目是5 所以就要代5 5減2 成180度 angle sum of polygon 你會選到世界A 你會選到世界A 就是108度 好 接著你現在考慮這三個型 ABE 頂上這隻就是108度 而你知道這是Regular Polygon 所以AB等於AE 亦都即是說 其實底這兩隻角都會一樣 你就可以寫了 Angle A B E等於 Angle A E B Base Angles Isocellus Triangle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找到Angle A B E 就是把180度 減到頂角108度 再除以 Angle A B E 會選到36度 到這條了 A B C B E 是一個Regular Pentagon 所以我們首先 先把所有邊角都一樣 另一方面 CDF 是一個Equoretro Triangle 等邊三角形 即是說 這個三角形的所有邊角都一樣 留意 CDF 這裏有一條邊角 就有一滑 剩下這兩條邊角 都是這樣一滑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就是 這個三角形 BF C 是一個Isocellus Triangle 我們現在要找的角度 就是 C Boy F 這一隻 做法是怎樣呢 首先 我們知道 這裏黑色整個大隻 就是 108度 我們把五邊形 內角總和 5減2x180度 即是540 再除5 就知道 每隻108度 另外 我們就知道 綠色這隻 就是60度 因爲 這個是一個 等邊三角 FCD 所以每隻內角 就是60度 然後 剩下 這隻 藍色的 就是黑色這隻 108度 減綠色這隻 60度 藍色這隻 就48度 我們先寫這些資料 Angle Boy C Dock 乘5 就等於 5減2 乘180度 Angle Sum Of Polygon 所以 Angle Boy C Dock 就是 108度 另外 就加回這句 Angle FCDock 就會是 60度 原因 Property Of Equilateral Triangle 所以 Angle Boy C F 就是 黑色這隻 108度 再減回 綠色這隻 60度 即是 48度 然後 我們就考慮一下 這個三角形 BCF BC 和CF 一樣長 接著 這隻 Vertex Angle 48度 因此 我們知道 這兩隻底角都會相等 Angle C Boy F 等於 Angle CF Boy 原因 Base Angle Isocellus Triangle 所以 最後 Angle C Boy F 就會是 180度 減 頂角 48度 隨意 即是 66度 接著 這條 ABCDE H 是 Regular H H F G H E F 其實 也不難計 我們就知道 這個Regular Hezagon 這六條邊 一樣長 另外 AHF G 是正方形 所以四條邊長 都一樣 然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先找了 這隻角 我叫世界A 而這邊這隻就是90度 我們就寫了 6A 等於 6-2 乘180度 原因 Angle Sum of Polygon 所以A 就是120度 而另一方面 我們就可以找到 藍色這隻角 Angle E H F 加 黑色這隻 120度 再加 另一邊 那個Square 就是 360度 整個圓 全部加起的角度 360度 Angles at a point 所以 Angle EHF 就是150度 到研究下 下面的細三角形 HEF 是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 這兩條一樣長 而另一方面 我們就知道 這隻有85度 OK 那我們就知道 底角這兩隻 就會相等 Angle H EF 等於 Angle HF E Base Angles Isocellus Triangle 因此 我們就知道 Angle H EF 就會是 180度 減150度 再除2 即是15度 到這條 就是要計算 X Y分比 是多少 這裏麻煩 就是有兩個未知數 所以 你有兩條 Equation 第一條 就是用一個平衡線 AE PLCD 所以黑色圈著這兩隻角 加起來 就會180度 X加Y 等於180度 Interior Angles AE PLCD 所以 Y等於180度 減X 我們就叫這條 Equation 1 另外 Equation 2 怎麼來呢 就是 紅色圈著這五隻角加起來 就等於540度 Angle Sum of Polygon 所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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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5乘180度-x 等於540度 而x加900度-5x 等於540度 x就是120度 而y就是180度-120度 即是60度 所以就出到x是820度 y就是60度 這個就是關於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多邊形外角總和 polygon 那什麼叫外角呢 首先我們要把多邊畫出來 這個就是多邊形外角的多邊形 伸出一條 這個就是外角 即是這裡就是x 其中一條邊這樣伸出去 60度這隻又是外角 這樣伸出去 這裡又是一隻 這裡伸出去 71這隻也是 好了 至於109這隻是不是呢 就不是了 因為你發覺它要伸出 伸出兩條出來的 可以嗎? 伸出兩條出來的這隻就不是了 OK 那你要怎樣做呢 你要做的就是 找回 旁邊這一隻 將180度 減回 109度 即是 71度 那這隻呢 才是 exterior angle 所以你的寫法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的寫法就是這樣的 我當這隻呢 叫做世界A OK A加109度 等於180度 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 A就是71度 那這樣 所以啦 X加60度 加88度 加71度 就一定等於360度 就一定等於360度 任何多邊形的外角總和 是等於360度 這個數不變的了 任何多邊形的外角總和 就是360度 OK Sum of exterior angles of polygon 我們就再化解下去 OK X 加 88 加 88 加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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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90 加1 8 40 230 就等於300 X 就會是 70 這條數就算不成了 好 到這條了 以知一個 regular N-side polygon 它的內角 是4倍於它的外角 找X 找N 好 我們看看 解釋有一個多邊形 我現在就把這個多邊形 其中一條邊延伸開去 藍色就是外角 紅色就是內角 內角是外角的4倍 所以如果外角是世界X的話 裡面的角就是4X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X加4X等於180度 先看看 X就是36度 當然 人家可能會問你X是什麼 當然要自己畫圖 畫清楚 X就是這個ambient的外角 4X就是這個ambient的內角 如果沒有這個圖 就要自己 Lag X等於 Exterior Angle of the Regular Answer Polygon 即是要自己 假設個未知數 你算到X是36度 即是什麼意思呢 一隻外角是36度 現在N隻外角 全部加起的話 就會等於360度 原因 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Polygon N就是10 之後這個就是正十邊形